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7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韩国网站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它的题目叫做2020年在中国最赚钱的十个行业,那么我们看一看到底是哪十个行业在这么艰难的疫情期间还会去赚钱呢? 第一个行业,药店,因为疫情的突如其来,人们对健康非常的关注了起来,去药店买很多的营养品还有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之类的,而且量非常的大,还有就是平时有点小毛病也赶快去医院去药店买药,尽量的不去医院 还有就是虽然是没有病,也会把一些肠备药买到家里来,所以这个药店的生意就红火了起来 第二个行业是餐饮业 中国人奉行民以食为天,所以在中国即使是再没有钱也要吃好喝好 所以外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是在中国开餐饮业是不会失败的,特别是早餐行业生意特别的红火,每天早晨都会看到早餐店排很多的人 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去早餐店简单的吃口饭,然后去上班上学,因为也是很便宜的嘛,简单方便,而且价格也便宜 所以早餐店的生意也是非常红火的 第三是婴幼儿行业 在中国据统计,每年出生的婴儿有1600万,0到3岁之间的婴幼儿是6900万 那么这个人口相当于是澳洲的一个人口了,而且中国的父母对孩子是非常舍得投入的,一定要给我的孩子最好的 所以婴幼儿行业尽管是在疫情期间的2020年也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第四是网络商务,这个不用我多说,网络商务,像网购这样的一直都很好 只是因为疫情的到来,它的发展速度一下子就加快了 特别是被关在家里期间,那出不去只能是在网上买东西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购物的,所以网购,网络商务在2020年也是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 第五是服装行业,这一点是大家有点没有想到的 在中国呢,疫情最早发生,但是也是最早控制的一个国家 所以也是最早人们开始出行出游,甚至是国内旅游 所以一旦要出去,人们是要买一些新衣服,要打腕的漂亮一点,转换一下心情 所以服装行业在2020年也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行业 第六,化妆品行业 现在的中国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已经开始化妆了 对自己的仪表也开始关注了起来 所以,尽管是疫情的到来,化妆品行业在中国仍然是呈上升趋势 第七是商超,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能走出很远 所以家附近的商超就成了人们购物的中心 特别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就会买很多东西在家里囤起来 所以商超的营业额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八是美容院,尽管是在疫情期间 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不间断的 所以美容院的生意还是很好 再一个美容院的生意呢,已经也伸展到化妆品市场 还有皮肤管理,还有整形外科 所以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起来 第九,补习班 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全世界有名的 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补课 尽管是在疫情期间,补习班开设了网上授课 所以补习班的营业额也没有受影响 反而有增加 第十是丧葬服务行业 那么以上这十个行业呢 2020年在中国赚钱赚的最多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